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以前节目里也说过 1972年9月份 就是德国慕尼黑举办了奥运会 可是在这个奥运会上出现了一个惨案 就是巴勒斯坦那些恐怖分子 杀死了11名以色列的教练员和运动员 这个事震惊了全世界 1972年8月 第二十届奥运会在德国慕尼黑开幕 因为承办奥运会号自巨大 主办方缩减了奥运警卫人员 及相关安全设施的开支 而这一情况却让恐怖分子有机可乘 1972年9月4日 当大多数以色列运动员还在奥运村休息时 来自一个名为黑九月组织的八名恐怖分子 直接来到了运动员公寓 准备实施绑架 在行踪暴露后 两名运动员当场被打死 而其他九名则成为人质 在霍西劫持事件后 慕尼黑警方立刻展开了救援谈判 劫持者要求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的二百多名罪犯 迫于无奈 在恐怖分子的最后通牒之下 当时的西德警方答应先用飞机把他们送走 可是当恐怖分子刚刚踏入停机坪后 负责这次营救任务的指挥官下令开枪 双方战开交锋 局面十分混乱 最终在这次机场营救中 虽然有多名歹徒被击毙 但九名以色列运动员全部遇害 当时以色列的领导人是铁腕的明俄夫人 明俄夫人说如果我们不报复 就对不起所有的犹太人 我们就是要代表犹太人复仇的 所以坚决不向恐怖分子妥协 他展开了以摩萨德为主导的暗杀行动 这个暗杀行动是什么 经过调查事件哪些人策划的 他列了一个十几人名单 要把这些人一一清除掉 在名单上把它抹平 当然这个暗杀行动 整体进行的神不知鬼不觉 而且手段非常高 以色列摩萨德不仅擅长 使用像毒药麻醉剂这些 他更加擅长使用炸弹 就摩萨德的炸弹研制水平是非常高的 你看在1972年12月份 他们这个暗杀名单上被清除的 是哈姆沙里 摩萨德有明确的证据证明 这哈姆沙里参与了黑九月恐怖袭击事件策划 这哈姆沙里参与黑九月脑袭击事件策划